大谷响平的打击实力比想象中的更致命? 如果要继续举例不花三天三夜恐怕说不完球技开打前看坏大谷没办法再竞争激烈的大联盟看当二刀流打击能力不足MLB水准的人实在太多 当中甚至还有很多是专家或自称专家等级的人物王真至张本勋上员浩志 足返不及备在 就算不考虑国外看法 我国同样是上至主播球评下至各大网络论坛 几乎一面倒的不看好大谷响平能以二刀流身分 远远欧比取得重大成功特别是他的打击能力 无论是真心苦劝或存心激愤 祭前的主流声音几乎都是在大联盟玩二刀流 简直是把美国职棒当而细逼的舍其一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挥棒轨迹太长 没打过高品质诉求 美国投手的变化球比日本吸力太多 挥控率太高 不擅长打内角球 我们已经听过太多个是个一样 如繁星般的理由质疑大谷的打击能力 或许还是有愿意支持他的人 但不看好的声浪早在三月春训期间 就已达到沸腾点三十二打数四安打背三振十四 让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大谷的打击真的过于了 相信日直和美直的强度真的差太多 相信二刀流真的是个笑话 相信天使队真的应该简易大谷早日放弃打击 专心投球 相信他真的是一个该从小联盟练起的高中生选手 相信他真的会被内角球给整惨 相信他在日直的成就真的被过度神化了 转眼之间 现在大谷已经原本欧被出赛了31场 并打了90个打席 若你有兴趣知道 目前他的打击三位是0.321斜杠0.367斜杠0.619 攻击产能WRC Plus则是167在全联盟273位至少打满90打席的选手中 只有其中7人的成绩优于他 我相信天使队现在一定很高兴当初没有真的把大谷下放小联盟或命令其专心投球 如果他们真的遵照多数人的建议显然就是损失惨重了 而打鼓也不只是打出让那些质疑者看起来很像蠢蛋的亮眼账面数据而已 根据其他进阶数据的佐证 他的好成绩被球运灌水的成分很低 若真的有人期望他祭出的好表现只是意外的好运 那可能得失望了 根据MOB机球追踪系统StackCast 目前全大联盟共有303位至少面对300颗以上投球的打者 其中只有7人的机球平均喷发速度胜过大谷94.2英里 而根据依照机球速度和仰角估算的预期WOB值 大谷机球之后的XWOB高达0.522 这是什么概念 此成绩在303人中排第16高 加在前后两名的球员分别是Maitre Art Friedie Freeman Gian Carl Stanton Rise Hoskins 都是联盟中当今的一流强达 如果将三阵和宝宋一同纳入计算 大谷祥平整体的XWOB则是0.409排拳联盟第25强 这也和他实际打出来的账面成绩0.407的WOB 几乎雷同证明好表现或真价实的程度 然而这或许不是什么让人意外的结果 早在赴妹之前 几乎所有具公信力的球探报告 都指称大谷的基球力量乃是当今一决的水准 更何况他现在还不到24岁 有非常大的潜在成长空间 大谷真正被质疑的部分 就如前述所提起挥棒柜机 被认为会有偏高的挥空率或偏低的打击率 但这些弹优却完全没有兑现以下是大谷今年几项 有关本雷板几率以及挥棒成绩的数据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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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球员队好球挥棒后击中球的几率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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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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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的打击成绩。 除了辉空问题远不如部分球探或评论者想象的严重,大谷更亲自用球棒粉碎掉一个现在看起来简直就像笑话的谣言,他不会打内脚球。 上员浩志曾经在受访时提到若对决大谷就应当使用内脚球解决他专门追踪日职消息的记者Gmailan,以及前面提到的Severt Python的文章等等,也通通提及一模一样的观点。 而大联盟投手们显然也将这些建议和球探报告听紧缺了开季首月,大谷是全MOB被投最多内脚球的打折。 根据StackCast的资料,三四月合并共有477位打折至少打满50球,以下是内脚球比率最高的10位打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